大家好,欢迎来到巴勒科普,我是特爱说事,张欣科普的小巴勒 古代女子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,甚至可以说没有地位的 比如,古代男子可以一夫多妻,这导致了有些嫔妃想见皇帝一面都难 古代女子地位低下,除了一夫多妻可以体现出来,还有对真洁的重视 如果女子婚前失去真洁,这是会被所有人唾弃的 甚至有的父母怕传出来败坏门风,而把她秘密处死 而在女子结婚前,就会有专人来检验是不是处女 古代女子会用手工纱来证明自己的真洁 这是先用朱纱喂咬壁虎,然后把壁虎捣碎后,点在胳膊上的一种做法 如果女子结婚时手工纱还在就是处女,反之则不是 但是从现代科学角度来看,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但是在封建社会中,觉得女子失去处子之身,手工纱就会不见 这是一种心灵暗示,让古代少女不要把示弱生命的真洁随便付出 其实,古代女子结婚都很早,十四五岁就结婚生子了 加上平常很少出门,外人也没见几个 怎么可能和自己夫君以外的人行房呢 也有少女根本没有失去真洁,但是手工纱却不见的也有 但是人们却纷纷认为她不是处子之身,还指责她 最终落得自杀下场的也比较常见 在古代时候含有婚前夜血 说处女之血,一鸣不散等封建方法 这些在我们看来非常无际之谈的做法 却在古代成为女子间接的方法 而害了不少少女丧生性命 好了,今天的科普小常识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巴乐,下期再见